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Flisha 大家看了我们片尾的小动画了吗 这些动画片都是神奇传播制作的 真的又精致又好看 非常有意思 解释的问题都是很多目道友常问的一些话题 是传福音一个非常棒的工具 在这里推荐您可以关注神奇传播的YouTube账号 把这些小动画转发给您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朋友 相信会起到非常好的帮助 那也在这里再次感谢祝福和鼓励我们的朋友 让我们收到了你们的爱心 让我们更有信心 更有动力继续做好我们每一支视频 如果您想要帮助我们的事工继续发展 欢迎您点击信息栏中的链接来为我们买杯咖啡 好 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从疫苗诞生之日开始 大家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 在疫苗诞生的同时 大家似乎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政府会不会某一天突然就要求强制打疫苗呢 拜登要求所有的联邦雇员和承包商都要接种COVID-19疫苗 这到底要用哪一条法律来强制所有人打疫苗呢 拜登会用行政命令来执行 他会在行政命令中要求所有的联邦工作人员接种疫苗 以前会给你一个选项 如果你要是不想接种疫苗 你可以选择定期的去接受COVID-19的检测 证明你是没有生病的 但是在这一条行政命令中间 这一个选项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拜登要做的就是 强制每一个人必须打疫苗 就从联邦的雇员开始 就算你可以接受频繁的检测来证明自己没有生病也不行 拜登还会签署另一项的行政命令将同样的疫苗标准扩大到与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的雇员 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联邦政府要在这里盖一个大楼 那我作为承包商接下来这个案子 说我可以来为政府来盖这个大楼 那么我雇佣的盖大楼的员工 所有参与在这个项目里的人 不管你是拉钢筋的 你还是货水泥的 都必须要打疫苗 这个行政命令里面还包括了国防部 退伍军人事务部 印第安人保健服务所和国家卫生研究所 也都必须要遵从这样的疫苗接种要求 这个行政命令一旦签下来 将有250万个人被要求强制注射疫苗 在联邦政府即将开展强制注射疫苗之前 有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以这种模式运作了 美国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 先前要求员工必须要注射疫苗才能上班 但是如果你要是有宗教信仰的话 可以用宗教的理由获得豁免 在这个消息发布了两个星期以后 联合航空周三向员工发布 如果你要是选择不打疫苗 那么就请你回家 公司给你放无薪假 说白了就是给你办理停薪留职 直到疫情消退到公司认为可以的程度 再叫你回来上班 不管你现在能不能获得宗教豁免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还是会强制执行 受到影响的职位有机场的客服代表 乘务员登机口的工作人员 飞行员飞机修理员以及调度员 一切都要等到公司制定新的命令之后才能返港 不光只有联合航空 其他的航空公司采取的手段和措施都不一样 达美航空对于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员工 多征收200美元的健康保险费 如果你没有打疫苗但是你得了新冠肺炎 对不起 达美航空美国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 都会要终止对这一类员工的薪酬保护措施 达薪务员 达薪务员 达薪酚 达薪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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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 强制疫苗的措施已经开始了 在此前拜登就多次的呼吁私人公司企业 要开始在自己的公司内实行强制疫苗 现在联邦也开始要求强制疫苗 出门必须要带疫苗护照的生活离我们还远吗 不管什么只要不符合宪法的 拜登他就签一个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现在是可以高过宪法 行政命令就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 签了就必须要执行 今天拜登可以签行政命令 强制所有的联邦雇员 以及和政府做生意的企业打疫苗 再往后继续发展 就可以让你让我让每一个人都强制接种 你不接种就会被公司告知 那你就停心留置在家里吧 等待公司的father notice 没有啊公司没有说要开除你啊 你就先在家里待着吧 这种方式说白了 就是逼着你自己提出辞职呗 下面呢来给大家插播一条娱乐新闻 你有没有发现在纽森还有一系列纵容罪犯的左派领导者的管理之下 暴力犯罪和枪击案的比例日渐上升 针对这样的情况 旧金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咱们这不是总发生枪击案吗 那我们就给这些会开枪杀人的人一点点小的鼓励 我们每个月给他们300块钱 让他们做我们社区的形象大使 而且这个计划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梦之守护者 Dreamkeeper Fellowship 一开始啊他们打算先挑10个人 那这10个人里面呢 必须你要通过面试之后 你才有资格参加这个计划 你才有资格成为梦之守护者 10名形象大使的其中一位 G appli日本划否反护人 议划它将成交所 助于香港是罪金判施 爱麻烦之后 则韩没白日 crews刑事经验 他是景便在决定案 你院程 项目 来明日接見 我们判断侍 判施 什么 这不是关于鲁鲁鲁鲁 这是关于支持 和倡量的时间和专业 可以帮助我们考虑 如何解决 问题和危险危险的危险 想做个形象大使 一点也不简单 而且还要经过面试 这个面试的场景 我觉得很难想象 你要通过什么样的面试 然后来证明 你是会去杀人 但是你拿了这300块钱 你就不会杀人 这个面试到底要怎么面 跟你说个事 你觉得我能不能当 那个社区形象大使 什么大使 Dreamkeeper你不知道 就那个San Francisco 那个新的法案 他说只要你都不杀人 你一个月就可以领300块钱 爽不爽 开不开心 这么好我也要 不好意思名额只有十位 你知道 在旧金山这么多 有犯罪前科 然后非常暴力的人士里面 要选出十个 你知道条件有多严苛吗 我觉得你一定要杀过 不下于100个人 你才可能进到前十名的 这个范围之内 不然的话 你根本就不可能被选上 你至少看起来就是像有杀过人吧 你看看你这样连我都比不过 你还 你凭什么做我不行啊 你这么打击我 我们不是打击你 我们想跟你说实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看300块钱一个月 我们三个人应该全部都要去面试 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机会 但是我们要先派一个人 你说咱们三个里面 最像坏人的 就是他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拿刀捅人啊 然后一枪杀人啊 或者是说身上绑这种自杀炸弹的 或者是你走到这个商场里面 去放火啊之类的 这种相关的有从事过吗 没有呗 但是一直有想法 一直都是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 所以就是一直有想法 但是从来没有实践 对对对对 像我这样子的是最危险的那一种 神经病 其实在我们以前的这些记录 还有蛮多很强的人的 就像我不知道 你知道这个最近 被Newson放出来 十年前有一个这个变态杀人皇 那当时他的这个案件 真的是在全世界都让他出了名 他奸杀了有二十个女性 那这样的人选 我觉得是比较符合 做我们旧金山社区形象大使 但是你根据你的这一些情况来看的话 你是之前从来没有从事过 你说你有想过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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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而且不只这样 我是像说 you know broadway ir llama队对不对 我就想说就是我开着车 然后 到这个人形 到那个地方 Juli 你知道吗 像杵草机那个样子 yeah 很可怕的 血流成他 OK那你有没有就是 如果你自己要来做一个presentation的话 你要怎么跟我们的这个 旧金山市的委员会 这些委员来介绍你自己 就是你怎么能证明你是我们市 你如果要是从事大规模杀人的这个范围 你会排到前世 你怎么会来证明 你会怎么说 刚刚的还不够吗 就是已经除草机了 就是过去年很多人 OK No 是地点错了 是地点错了 旧金山就是那个casual street 对不对 Yeah full of those you know people and tourists you know that's where I'm going to hit 这个就是devastating 如果说你要喝止我这种变态的话 你只需要一个月三百块钱就好 那我死 我就保证不去castle street down the range yeah I think that's a very good point keep it 然后我会打你电话好吗 因为我们最近这天还是在interview很多别的人 但是我觉得你要记住你的这个point 你这个point是之前没有人提过的castle street非常重要 OK 好 那就是可能最快下个礼拜之前吧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回应 当时我的助理会打你电话好吗 OK好 谢谢 Thank you 面试应该就是这样吧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脑回路能够想出这样的办法 但是看来加州的罢免行动 接下去会接二连三的发生 不太那么容易会结束 这一次是纽森 接下来呢 还有George Gascon 像这样的官员 加州一抓一大把 接下来我们还有的忙呢 那说到罢免 相信大家这几天看YouTube 奥巴马的脸出现频率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纽森找到了奥巴马帮他打广告 让大家vote no on recall election 周三 Kamala Harris贺锦丽还亲自来到了湾区为纽森站台 拜登在不久之后也会来到这边为纽森加油打气 我们要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 因为现在看来的话情况是比较紧急的 虽然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力去做 要更多的来祷告来仰望神 真的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 还有一个消息 Arizona的Maricopa县2020选举的基层民意调查报告出来了 显示的结果是有173104张选票丢失 96389张幽灵选票 幽灵选票呢 里面就是包含了死人投票 空地投票这一些 就是那些根本不存在的 结果还投了票了 那这些总结出来的结果呢全部都是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敲门来核实出来的那些选民的登记和投票的信息得出的结果 那这一些审计的结果呢其实直指这一次大选舞弊的主要原因就是邮寄选票 在报告里面就直接写明了说我们要如何解决大选舞弊就是要禁止邮寄选票 每个人都知道你不会通过邮件来寄现金嘛 那我们的选票当然比现金要更重要 两党和民主党选民研究和委员会发现邮寄选票的欺诈风险非常非常高 很多其他的民主国家像是德国 他们要不然就是直接禁止了邮寄投票 要不然他们就会对邮寄投票的规则是非常非常有严格的限制 那么禁止邮寄投票就是解决舞弊的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推出一个新的单元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频道下面有很多留言就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来第一个Larry Alder太丑了 漂亮的人心好 向游新生这个东西啊 是这个非常非常好来判断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我常常看别人的时候也都这样的向游新生 就是我不太跟我认为不好看的人来往 那你跟我来往很多 他漂亮OK 下一题 好那第二题呢就是来自Wing Lock Lau 他第一个问题是因为KK知道弹劾川普这个裁决是不公平的 所以弃权了 我弃权不投票是因为我知道他不公平 所以说我不投票 Yeah it makes perfect sense 第二个呢就是他当时他当时可能不知道民主党要利用邮寄选票来撮票 所以不小心投了赞成票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是留了比较相同的 他说为什么他在AB860投了YES是因为要让邮寄选票的伤害降到最低 是给周拜登伤害降到最低没有他就是想说就是这样的话周拜登就会当选 然后呢人民就觉醒了因为看到周拜登当选人民才看到说哎呀 邮寄选票有问题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对比的东西 就是你没看见坏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川普当总统的当的太好了人民的已经在美国身在福中不知福 所以为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投票让邮寄选票通过呀 你一通过你就知道啊原来美国当官的还有坏蛋呢 原来他们还能搞出这个选举舞弊的事呢 然后呢我们再让拜登上去 拜登一进白宫夸夸夸牛价就涨夸夸夸买菜价就涨 啥夸夸买价都涨价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哎呀原来川普当总统的时候是多么幸福 你知道啥这叫曲线救国啊懂吗 对对感谢这三位网友的留言鼓励大家有什么问题 请在下面的留言 对然后我们也很愿意啊来挑出这样精选的留言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频道变成一个一言堂 对啊没错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老王报名了教会的寿司班 老王看着手中的寿司班教材在那边喃喃自语 怎么了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嘀嘀咕咕的 太太啊上帝创造一切 这我还可以相信 至于说世人都犯了罪 要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唯我而死的救恩 特别是说我有罪是个罪人 这我可不能接受 我没有杀人放火 坑文拐骗 偷窃强暴 甚至连开车超速都没有被抓到过 你说我要认什么罪啊 我哪里算个罪人呢 是啊 刚刚说的那些罪你都没有犯过 但是几年前你自己做生意的时候 被你的合伙人卷款潜逃 害你的公司倒闭 你常常说只要那小子被你遇到 你一定要宰了他不是吗 对啊 就是他害我的负债三年 我恨死他也是有理的啊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上帝的标准是 只要恨人的就是杀人 虽然是他对不起你 但是当你恨他的时候 你就犯了杀人的罪了 这 另外 当你们男人看到漂亮女性时 是不是常常会想入非非啊 这算什么 连成龙都说 这是全天下的男人都会犯的错 可是圣经上又告诉我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营念的 就是与他犯奸淫了 所以上帝的标准 绝对不会配合你们男人的肮脏面图 可是你们女人不也是常常嫉妒 别的女生长得比较好看 身材比较好 皮包比较贵 没事也传一些八卦 说人家的闲话 爱贪小兵 难道你们没罪吗 你说的对 所以我承认我有罪 我需要主耶稣的赦罪恩典 因为如果我不承认我的罪 我就又犯了说谎的罪 那么你呢 这么说来 我也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不然又多加一条说谎的罪了 这才对嘛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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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